好 新聞聯播時間 首先第一單就是 講一下最近經常說的 九華徑燒烤場 九華徑燒烤場之前 發無牌經營 經營了超過20年 食環處上星期 與警方採取聯合行動 進入去掃場 也告了很多人違反限聚令 有很多人說告了才知道 原來那裡是無牌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外面有 但大家也覺得 如果有罵罵罵 你應該拘捕了 有什麼可能知道一間店是無牌 然後又不去拘捕? 結果拘捕了才發現 就是坐在裡面的那間店 正正就是一間無牌燒烤場 即是他如果是有牌的話 就不會拘捕限聚令 所以他因為無牌所以拘捕限聚令 但是拘捕那些人是食環拘捕的? 食環加警方 即是早就知道 先拘捕 那二十年來說 如果你真的知道 他是一間無牌經營場所 也不可能不知道 我知道 但問題就是 你理論上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警方拘捕你就不奇怪 警方就不理三千萬 食環不快牌給你 但食環不應該和警方拘捕 因為這件事是食環的Forge 你明白的意思嗎? 這件事只要是警方拘捕 那沒問題 那我怎知道是食環 這個死也要撐著他 或者早上去掩蓋他 你才行 否則實際上 這件事真的不太通 還有那裏有安心出行 那現在大家的認知上 有安心出行就等於是靜牌食肆 因為二維碼 在大眾認知裏面是政府給他們 那政府給得到安心出行 你又為何會沒有牌呢? 那他們就不理解了 是的 那他的問題就是 安心出行和他有沒有牌是兩回事 那事實上是 因為是兩個不同部門 所以整件事應該是食環 究竟是做什麼 但食環一直都有很大問題 整件事的話 我只是說 我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但你開一間酒樓要開幾個月 因為所有事情搞不通 這些成本很高 香港一直都是 食環本身就要重新撿過來 那當然也跟消防有關係 不過今次消防也沒有去到這個地方 你要去做回整個食環 你要去做回整件事 你不是說消防關係 你就不理會的 對嗎? 就是要有人統籌 整個統籌整個飲食業 那當然將餘人是廢物 正如的 我有些不說 做金融服務教育 很多都廢物 那或者這樣問 為什麼 他們說什麼祖堂地 又令到業權等等的問題 那為什麼 即使是和權有關的話 那為什麼 可以不拘捕一個無牌經營的場 20年這麼久呢? 那當然不行 我知道 如果他們這些是祖堂地 或者什麼 很多都是這樣的 很多都是你拿著地回來 那你首先 就隨便地建一些食店在這裡 那為什麼你要建一些食店在這裡呢? 因為如果你有些作業的話 當然你要賺點錢 因為那些是農地 那些 如果你是祖堂地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是農地 我只是沒有牌 這些是祖堂地 或者之類的 你如果這樣做了 你有些作業在上面 你以後 你如果政府收購 那它就不是一個農地 或者不是什麼的價錢 是荒地的價錢 是有作業的價錢 所以是農地 所以他們首先 首先可以賺點錢 其次就是當你收地 當你收地、換地的時候 你就不同計法了 所以就有理沒有理 就先把地做出來 但因為這個新聞 我不太知道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 食環鑄都沒有法牌呢? 是不是祖堂地? 我…就… 不知道 你不如問祖堂地 答了出來 我就不知道你說什麼 因為… 這個不是祖堂地 那時候大家就說 為什麼不可以直接告它 然後搞了一輪之後 官方解釋 是什麼祖堂地 是業權等等的問題 就搞了一輪七八糟 烏尼馬茶 就不搞了 但是… 如果不涉及一些叫做… 這塊地是不是祖堂地 這塊地本身是祖堂地 但是它就… 據報就買了給私人公司 私人公司 就是… 我知道就是 逢親那些地 這些地 全部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說 上面有些作業先 因為你有些作業先 你收的時候 就跟你打盡有講價 所以很多還會開一些食肆 就是這些… 我也經常是光顧的 就是… 就是… 為什麼你無緣無緣無故 新界肚腦 就是這樣做的 其實就是這樣的問題 是… 但是我就不知道 這是祖堂地 我知道這件事 但是如果… 我說的 一般性的做法是這樣的 是… 但是除了… 就是業權問題之外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馬上關掉它 就是… 他現在這個說法就是 祖堂地 業權分散 那就沒有負責人去 去擔任私利 就是… 即是你… 即是… 即是… 即是想找人告 你都不知道找誰告 但是… 既然你搞了一間… 一間場所 那你一定有個Manager在那裡 你直接… 是… 沒錯… 沒錯… 就是… 沒錯… 其實現在很多都是這樣的 其實香港 如果你這樣收拾的話 如果你這樣收拾了… 收拾了這些餐廳的話 結果就是… 剩下這些餐廳會很快 笑了很多 我也有光顧了一些 我知道 因為我認識一些老闆 他們本來都是這樣做 我不知道他們沒有牌 但是我不知道他們沒有牌 我只知道他們 一定要有些作業 如果不是的話 就… 收地所有東西 就會好事 即是… 即是地價會升了 每邊就是 那… 然後… 講完這個之後 也講了下一單 那就是通關 那些山椰消息 都已經放了很多次了 那… 現在又來了很多山椰消息 也是這個山椰之王 田北辰再講的 那… 即是… 內地專家屯房 講四天 那…就是… 談通關 那… 那田北辰的消息就是… 內地就允許香港的健康碼 就沒有追蹤碼 那條件就比較寬鬆 那… 另外呢 就是… 年底通關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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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先到先得 那到大約每月一千個 是的 那第一個問題 當然啦 就是… 也有些人留意就是說 其實這些都講了太多次了 亂來了 即是聽完都沒有感覺 你是真正先會講 那她… 那個…那是田北辰 田北辰 大家也不拘捕 我反中國說的都算好 對吧 但她是不是全國…她是不是戰帖 她是正帖 她是正帖 之前被人裁了 因為她不支持梁振英的疾症 是嗎?那個是田北俊 炒了好像田北俊 那個狀況是這樣的 所以我不太知道 他的收穫料究竟有多… 我也不知道他的收穫料究竟有多真 但問題就是整個狀況就是這樣 整個狀況就是… 整個狀況就是… 香港至少在防疫方面 是內地不滿的 可能他無緣無緣無緣無故的健康碼 無緣無緣無故的健康碼 無緣無故的健康碼 但問題是他整個狀況是內地不滿 很明顯 我這麼說 為何有這麼多生意提示可以出來 即是他們說完之後 又無法實行 然後你又要說 但是… 但大家聽回來就… 他們很多時候不是完全生意的 很多時候就是想有人提出 他們就當真 明白嗎? 事情是真的 即是說 那個人說 我準備這樣跟他說 那說的那個人是Geneal的 是真的 我真是說 我想這樣做 但是到最後阿爺 到最後最高沒有拍攝老闆 所以就… 經常都會有一些這樣的生奶 那這些不同 八五二郵報的生奶 八五二郵報的那些就完全老錯了 就是全部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人 一個人完全不懂大陸人 這麼討厭大陸人的 竟然是可以… 他竟然是可以… 他竟然可以不停收到大陸的獨家消息 你真是明白為什麼 除了做之後 但是大家很喜歡聽就沒辦法 反正都是不如做 其實都挺無恥的 但其實… 假設我當他是在做事 裡面聽到消息 但是這些消息又沒有execute 正在做的 他正在提出的 正在提出的 那這些… 你作為一個直接道德 你不是應該知道不說嗎 為什麼可以不停放 你說一兩單都算數呢 你不停放 那些人不覺得有問題 他們…這樣吧 那麼… 香港什麼時候說了 還有這個都應該不算是內幕消息 不算是一些國家機密 應該是沒事的 就是這樣說 如果他現在知道那一單消息 他今天不說明天被禁止了 那他就變成那一單消息就浪費了 所以趁他被禁止之前 一定要先爆發 這個就是某君跟我說的一個故事 某君跟我說 很多年前二十年前的時候 他… 他就告訴我 教兒子是要怎樣教的 就是要放鬆 兒子不可以怎樣的 那時候那個兒子 十幾歲 即是… 即是… 不停在教兒子 那樣 我… 我沒有兒子 但問題是… 然後我馬上跟另一個 他所屬的朋友說 喂 你兒子拿了諾貝爾獎 你才跟我說怎樣教兒子 你兒子十幾歲 你就跟我說教兒子 可能你教得失敗 對不對 明白嗎 即是教兒子應該怎樣 即是專家這樣跟我說 結果他的兒子 當然是在大陸 被抓了吸毒 幾個兒子都吸毒 這樣 結果當然是說 你就教我教兒子 你兒子成功了 你才教別人教兒子 這件事成功了才有大問題 你… 接著那個人 答我那個人很聰明 他說 他現在不說 他怕以後沒有機會說 哈哈 那果然就是 那個回答 二十年前 大家完全不知道這個狀況 二十年前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 我都承認說 回答那個人真的很聰明 喂 你今天不教別人教兒子 到你兒子吸毒 坐牢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教別人教兒子 哈哈 可能在田北辰身上 都放得對的 即是適時放一些北京消息出來 顯示他在北京還有這個關係 沒錯 這個你對 就完全正確 所以他不停放些資料出來 那樣東西是有一個現實作用的 但是問題就是全民都是生哀 即是令人質疑他 那些人不要理他 那些人不記得他 香港人是甘如記憶 香港人甘如記憶 香港人有哪一件事 是甚麼 香港人到了最後 香港人永遠都是這樣的 他永遠都是他講完一件事 接著之後就不認說過 即是全部都是到最後後悔 然後就罵你 所以你今次香港人那些 告訴你 總之香港人說甚麼 你叫不認就可以 你不認再打他 說話那些歪去坐牢就可以了 就是這個就是當年的時候 八萬五的時候 然後你到最後 你不讓喜鮑問 聽完你的話 然後你就說沒房子了 然後你就說沒房子住了 香港人就是這麼賤格的 應該是打他坐牢的 你明白嗎 就是那些賤格的人 他講完之後 那些賤格現在不算了 我告訴你 如果政府不打野豬 那些野豬都會出來 最後那些野豬就會說 為甚麼你不打 搞得撞死人 這樣又會講一大堆 香港人是賤格的 是要抵坐牢 是要抵拉的 你明白嗎 因為他說完之後,他不認自己說過,你明白嗎? 然後他就會罵你轉頭的,真的很賤啊,真的很賤 所以就因為這個性格,所以令田北辰長做長友 所以就有這麼賤格,那些賤格的人就會在那裡了,明白嗎? 這個就是那個原則的問題 我也放下北京消息,北京色情有多難,北京朋友我也有 我也有北京朋友,波西頭那個 就是北京官又是北京消息,北京賣魚蛋也是北京消息 你隨便掛我名字上去就是北京消息,是不是搞錯啊? 好了,說完這個資訊也說下一個,就是這個選舉相關的事情 可能剛才田北辰說的都跟選舉相關 現在就要賺錢,就是民主黨要賺錢,怎樣賺錢呢? 就是幾個建制派的參選人都向民主黨發信尋求支持 都昨天提及到有些裝腳,就是民主黨的裝腳就去幫一些非建制派 那對此呢,甚至有些元老都以個人名義去支持他某些事情 那其實呢,你見到民主黨那個情況都肚崩瓦解的了 那最近呢,就是民主黨的中委呢,就決定向四個人發問這個問卷 那就是了解參選人各種議題立場 那包括怎樣看這個普選啊,怎樣看23條啊等等等等 那對此呢,就是民主黨副主席梁宇廷 就是之前很想衝出來選那個 就說,其實反對預設的問題方式呢,就是去問人立場 那而且呢,某些字眼都會怕有法律風險,那就很怕 那就是他認為呢,其實應該你寄了八字給他 讓他呢,就讓參選人表達政光就算了 那對此呢,這個主席呢,就是朗健希就說 其實問題不是預設式的,只是想了解一下參選人看法而已嘛 那我不覺得是問題的,那就是這樣 那他講什麼呢,因為可能你不知道是不是傳聞 那所以呢,就是傳聞的意思,就是Hotax 因為你這樣說的話,那現在A就是擔心會被告啊 B就說,那也是發給人意見而已 那這兩個東西是沒有互相矛盾的 那當然他們兩個字來都是一般 我不知道究竟,因為你要看Hotax究竟說什麼 他們在這兩件事之中,就聽你剛才說的話 是沒有互相矛盾的 那但是呢,整件事就是 什麼民主黨 什麼民主黨還需要提這件事嗎 我不知道,就是,就倒閉了嘛 因為明年都不復存在了嘛 他的預算是頂不了一年 那所以我相信,就是 都沒有前途的黨 我相信,就是第一大黨應該都 應該都 猴子打飛機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叫猴子打飛機嗎? 沒有 玩了完 已經是完蛋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他會有繼續存在的 你已經沒有收入了 我相信都不會有些 再好像于品海 或者是一些靜雞雞磅水的那些四大家族 或者是美國人 那些磅水給你們 我相信都不會再有 那你究竟怎樣維持下去呢? 很懷疑整件事 那你搞來搞去 你又不選又什麼 我相信整件事搞不定 不需要考慮這個問題 你講來講去 你已經沒有政治影響力了 現在最有政治影響力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孤狼式恐怖暫擊 那些你還會有可能 如果不是你很難 好了 你這樣一個大黨很難搞下去 因為你上一次的時候 你民主黨 就是你那支牌 你推進了 跟著輸了 就是好像你玩Texas Sodem那樣 你記不記得那一段 推進了跟著輸了 很豪氣 那一段你輸了就沒得救了 你這樣問 其實他這樣做法 就是派一些裝腳 義工過去幫忙 那這樣做完之後 那些裝腳 或者以後那些意見 還會跟民主黨肯成嗎? 就是你反正有新老闆跟著 你哪有百萬歲呢? 你記住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忠心呢? 忠心記事呢? 你有沒有聽說養不熟? 有啊 養不熟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養不熟呢? 就是比極他都不會很跟著你 養不熟的意思就是說 你養他他不熟 那你如果不養他呢 就肯定不熟的 養他就會有養得熟和養不熟的問題 但你不養就一定不熟 OK 就是說 現在你對我是否是忠心 我放水給你 你忠心對我 現在我放水給你出糧 給你忠心對我 good very good 好員工 但是不放水給你 一定不會忠心的 明白嗎? 所以養是必然的 你不養你就一定不熟了 所以他就玩完了 沒得養嘛 明白嗎? 我這個員工 肥仔沒得頂啊 大哥 你知不知道做多少事 你做多少事就要出糧 但是有些人出了糧 都不做事的嘛 他就養不熟了 明白嗎? 所以養得熟就養不熟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養 沒得養 怎麼熟呢? 全部靠義工? 真的有這麼多義工? 對不對? 就是多少 義工的頭 叫那個人都要出糧 是嗎? 就是負責找義工的 那人都要出糧 搞不成了 那我真是 不知道這個黨前路 如何忙忙 可能跟他的黨徽一樣 就是跟一個 沒得落地的白鴿一樣 你推了 你總之就是推輸了 你沒辦法了 你19年的時候推輸了 就是你推贏了 你推贏了 去榮華富貴 推翻了香港政府 接著去執政黨 說是不是 那你贏了又輸 是不是? 你贏了你是執政黨 你是最大黨 仍然是 於是35加你贏了 你贏了就是什麼? 你贏了就是圍華富貴 你贏了就輸了 很明顯 推進了 那一堆東西 大家全入 是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 最後也說一下 之前也有觀眾好像問過 就是中美乒乓外交 如果做完之後 你說完 再說一句 如果做完之後 解釋35加 做行政長官那個 就在逃身 是不是? 就是這樣 現在 冰蚊外交 原來都50年 兩國派了男女混雙選手出戰細賓 其實美國那邊的冰箱球選手 其實都不用怎麼說 因為冰箱球也不算特別強 中國派出的選手可圈可點 就派了黃曼玉和林高遠出來 這兩個其實就不算是一線的選手出來 但也不算是太小的 例如林高遠 他2017、2019年就打阿錦賽 男子雙打冠軍 林高遠之前是拍範震東 當然就沒有範震東那麼強 女子就是黃曼玉 2017年雙打阿錦 2019年就細錦賽雙打冠軍 2020年也是團體賽的冠軍之一 即是拍著孫榮沙他們打 不過問題在於是什麼呢? 男那邊只是打男雙女 那邊就是打女雙 但這次是要中國男選手配美國女選手 中國女選手配美國男選手 即是要打混雙 那他們就不派過混雙出來 那有些人當然很好奇 政治意味是什麼 50周年現在混雙出現 彬彬外交50周年 是的 即是當年的時候 你有聽過彬彬外交嗎? 有 是怎樣? 當年是一個人想坐巴士 蛤? 是呀 那時候的說法是 美國選手想坐巴士 想去中國對巴士 然後大家看到他之後 就同台 一起去 同台競技 真的很開心 這個說法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 最重要的是 那時候 中國和美國 是沒有建交的 那時候美國的建交國 和聯合國的代表 是台灣 是中華民國 所以 他們那一刻 唯一聊天的方式 就是在乒乒打碑音波 那時候乒乒賣交 咦大家是打碑音波 於是乎 就漸漸地 然後 一看到這個訊息 這個訊息應該是毛澤東放出的 於是乎另外那個大姦狗 尼克遜 就馬上知道 尼克遜應該是 尼克遜我覺得是 美國最厲害的總統 即是近代 近代最厲害的總統 即是真是真的 整個 根本位是尼克遜 尼克遜下去 即是 非常金門位 停止越戰 中美建交 全部都是尼克遜 即是 開始了 那OK 之後就 派了基辛格 炸肚痛 就走了過去 然後尼克遜再訪華 整件事是這樣的 於是 於是乎就是 於是乎就是 卑鄙外交 但現在中國和美國 這個是有一個紀念價值 但中國和美國已經有很多的交往 所以就不需要卑鄙外交 實不需要卑鄙外交 但卑鄙波其實是中國國際 我認識一個女人 我問她 那個是四十多五十歲 在什麼好出名的 在炒股票好出名的 即是一些好出名的 其實是證券界的女強 然後我問她 我問她 你懂不懂打鼻音波 她說我們中國人 又不懂得打鼻音波 然後就打 很厲害 其實就是中國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大約的狀況 不會有什麼 但因為乒乓外交五十周年 大家紀念一下 即是純粹紀念 沒有其他意思 以前乒乓外交的時候 大家完全不來往 是完全沒有來往 第一次來往就是 迫乓外交 所以才是 迫乓外交這個詞 唯一的來往 但現在已經有這麼多來往 有很多事情可以溝通到 所以不用理那麼多 純粹外交五十周年 大家都當作一個紀念 現在這個 中美關係情況之下 這個紀念 究竟有幾分的真誠 我想就 都難說 世事難料 所以今天這個 要問環節 暫時都到這裡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